新北市淡水区新人国小未处于淡水地区周子湾旁边 距离市中心尚有一段距离地处偏远 学校资源不足 包括了教学设备器材比较老旧 需要太久换新 因此在新北市议员陈佳琪梅和帮助之下 深耕在地企业 红树林有限电视为了帮助 学校能够提升教学环境 捐助2万元现金 在捐赠仪式活动现场 学校更颁赠感谢壮 那我们小朋友的学习也非常的有成果 那我们最近刚刚获得的功能 我们幼儿园的课程也做得很棒 我们参加幼教之光 最近我们之前就得过幽等 教授也得过幽等 今年度的初选也通过了 我们马上12月就立刻要到教育群那边参加副省 那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那很感谢我们两位长官 还有谢谢总经理来关心我们 哇看了觉得真的很感动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后 所以我们想说 这个学校可能需要一些经费支持 然后我们经过嘉祺议员的媒合 也很感谢嘉祺议员这边很关心学校 那红树林也是一样很关心这个学校 所以说未来如果我们可以争取更多经费的话 我们会持续来赞助新人国小这边 希望说有更好的环境 让小朋友有更好的学习 校长表示全校师生大约有160人左右 这次不仅是非常感谢新北市议员陈佳琪的帮助 还有在地企业红树林有限电视公司的散举 让学校有社会上的资源 而新人国小更积极整合运用社区环境资源 发展出生态语文艺术及文史四套特色课程 将课程理念透过学校进行跨领域教学 简单的这个媒合 那我们李总经理他们非常恶话不说 真的就希望能够尽力一点他们企业的责任跟心力 照顾我们地方的孩子们 那今天真的特别感谢我们红树林有限电视 那也希望说借由我们地方上大家这样一起努力 包括我们在议会的努力 给我们地方上的孩子们一个更好的教学环境 红树林有限电视表示 过去企业生根在地与地方保持良好的关系 看到新人国小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 是学习各项智能及艺文环境的最佳场所 其实红树林在过去时常回馈地方 用实质行动来帮助在地透过这次的捐赠活动 希望培育学生独立自主 成为一个有能力并且愿意守护共同生活土地的未来公民 记者许多人一旦选择风波岛